警方後報有人在夜店外打群架 出動大批警力前往現場控制場面 把打架男子送上警車帶回警局 一名女子情緒激動 還質問警方為何要把男子帶走 這件事情已經平息 員警陸續撤離 只是現場酒客不滿記者還在拍攝 二男一女先是口出二言 接著衝上前動手圍毆 一名記者整個過程都被拍了下來 目擊這樣的暴力場面 一旁民眾趕快報警 警方又再度來到現場 但打人一方已經離開 經過調查發現 稍早被帶回警局的惡煞 與毆打記者的歹徒 疑似是同一群人 而且傳出警方第一次到場處理時 還有一名員警遭到打傷 來 帶上車 這個也帶上車來 兩個吧 警方目前已經鎖定兩名打人惡煞 將傳喚他們的道案說明 只是短時間內同一地點 連續發生兩起鬥毆事件 不僅毆打員警 還把記者打傷 誇張行徑讓人傻眼 記者許志明台北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